行在律学 学在华严 七星净土 他一出家以后 就把所有的艺术 统统放下 只留下书法 他本来连书法都要放下 但有人劝他 您可以用书法 来结缘 来令众生喜悦 我们来看看 他的人格特质 青年时期 可以说是风流替挡的 着世家公子 在那种 变动不安 的年代中 他出生与富贵的家庭 偏偏家公子 拆起综口 第二个 人格是在 留学日本的时候养成的 开风气之嫌 学习美术 音乐 戏剧 的留学生 慷慷慨 慷慨 眼看着清王朝 救他灭亡 那种爱国爱人 的 志气 就结合了很多的留学生 来 来 介绍 新思潮 第三 是任教杭州的时期 他一当老师以后 就把过去 很漂亮的衣服 整个丢掉 这种真诚 这种恭敬 没有话讲 但以前是 着实的家公子 这个 锦衣 玉石的 但是一当上老师 就完全生活改观 把过去的 那套生活方式 整个方向 由迅滥 过于平淡 老师只有穿 布衣 很简单 很简单的衣服 过着平淡的 教书生涯 他把教育 当成是 要挽救中国 唯一的途径 刻意在 道德希望上 用功 寻寻儒雅的 不一君子 等到 1918年 出家 落法批姿 又表现出 千任 毕丽 的人格 千任 毕丽 千任 毕丽 是形容 翘臂一样 直直的 说做就做 说出家就出家 毫不含糊 把他在家 所有的一切 最珍贵的 墨宝 通通送出去 他所收集的 墨宝 他的绘画 他的衣服 他的财产 整个 通通通送给 学生 朋友 一清二楚 干干净净 只有提着 几件破烂的衣服 跑到 廟里面 出家 而且出家 而且出家以后 不从事 社家的活动 连他的 日本妻子 含着眼泪 带着儿子 要见他 一面 都被拒绝 他告诉别人 说 所有人都能拒绝 你告诉他们 虽生有死 虽然 还有一口气在 但却秀像 死人一般 这样子的 致致致敬 做事情 才能够成功 像我们的话 都不够专制 都不够 致 都不够敬 做事情 托你带水 读书 托你带水 即使讲学佛修行 也是托你带水 怎么可能 没有成就呢 但是 出家后的李树童 悲 敏 慈祥 意思不 苟 戒律经 言 变成一个 道道地道的 苦行生 这个是 他的人格 特质 我讲到 生命的 这种 feeling feeling 就是这种 感觉 艺术的 灵感 feeling 是出自于 静默的 庄严 李树童的 艺术成就 无人 能够 忘记 像背 许什么 像什么 书法 金石 诗 文章 音乐 戏剧 进入了庄严 心 肯 孤寂 只有 孤寂 的灵魂 才能够 有出色的 艺术 成就 艺术的创作是 个人学位的自然流露 丝毫不能 矫情 造作 做学问 不能矫情 造作 在佛教里面 有一句话 不以 佛法 当 人 情 不以宗教 当 人情 这样子 信仰宗教 才能够成功 但是我们都是 爱与面子 都是 交际 都是 爱与 人情 如此 怎么会 有 成就呢 只有 真诚 真意的 艺术 生命的 非 第一点 李苏彤 还没有出家前 他曾经写过 这么一首诗 人生 游四 西山日 富贵 忠如 草上 霜 已经透了出 他 看 透 人世 出家 修行的 心 人生 有三层楼 第一层 是物质的 第二层 是精神的 第三层 是灵魂的 以我们现在 很流行的 术语 就是 身 心 灵 丰子凯 是 李淑彤 最疼爱的 学生之意 李苏彤的 德艺门生 有几位 其中一位 就是 冯子凯 冯子凯是 跟他学画画的 还有一位 刘芷萍先生 是跟他学 音乐的 在当时 中国 有关于音乐 有关于绘画 最有名的老师 都是 是红衣大师 培养出来的 冯子凯是 他的学生 跟他学画画的 他就对 李苏彤 出家后的 红衣大师说 他是一层 一层地走上去 对于红衣大师的 有艺术 升华到宗教 一向认为 当然 毫不足夸 本来他也没有信宗教 可是在 李苏彤出家之后 他也 皈依 佛教 而且发心 用他的 画画 来 护生 来 爱护 生命 在 但我只要画六次 于是就是从五十岁 画到 红衣大师 一百一十岁 可能那时候 大家年纪都大了 冯子凯也想 我也 活不到那个时候 红衣大师六十后岁 就缘起了 所以在六十岁时 冯子凯也画了六十幅画 六十幅画 而红衣大师 自知 来日无多 就告诉冯子凯说 你先画吧 先画七十幅 八十幅 等等 你就一直画下来 果然 他六十二岁 自知实至 就先 缘起了 而现在 我们留下来的 就是 风之开 这个感人自身的 护生画集 上面的提诗 前面的部分 都是 李书彤 他亲自写的 看那些诗 我们会感到清凉 会感到 他的心 他的灵魂 是那样子的慈悲 对老鼠 对小生命 他的恭敬 他都要去爱护 李书彤 就有物质层面 到他当老师的时候 就提升到精神层面 而后就出家了 最后呢 就成就了 他的心灵的圆满 温而立 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 大家对于 红衣大师的 印象 我们刚刚看到 红衣大师的那种 遗像 就会感到 他是很慈悲 很温和 可是呢 却又很严厉的眼光 一丝不苟的眼光 风之凯 他的学生 以温而立 来形容 他的老师 认真的 教学态度 他说 李先生 从不骂人 从不责别人 态度 千功 现在的小孩子 比较难教 有很多老师的朋友 都说 这个小孩子 不骂不行 这个小孩子 不打不行 但是 我们看 李淑彤的 教学生涯 从来没有骂过学生 当然 更不可能打学生 对学生是 恭恭敬敬 他从来不责别学生 态度都很 轻功 每一个学生 都被他的人格所感化 每一个学生 都真心怕他 真心学习他 真心崇拜他 因为李淑彤 是一位注重 人格感化的教育家 我举几个例子 如果说 随身功课不好 李淑彤没有骂他 就把他留下来 就跟他讲 好好的读书 好好的画画 好好的作曲 好好的唱歌 讲话一晚了 轻轻的 不是在众人面前讲的 是大家放学先走了 某人你留下来 就跟他讲一句话 讲完了以后 他就一鞠躬 90度的鞠躬 老师对学生的鞠躬 那些学生 还需要人家骂吗 还需要人家把吗 还需要人家一次又一次的时候 你要读书 你要写字吗 没有 人家就敢化了这个学生 这学生 这些学生